反击啊 乖轮 往来底下掉 这个人 直接从威姆斯头上把这个球拿回来放扣啊 今天到底能有多少个五家球 我就想问一问啊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慢镜头 球掉得非常好 这个球啊 这保罗刚给了一分嘛 而且力压威姆斯 我觉得为数不多能够对上威姆斯的这个国内球 好球啊 漂亮 金晶这球刚才防这个威姆斯防得非常棒 广东队呢 就是一打就换 外线三分球来了 漂亮 我说金晶打球这个性格啊 这个欲强更强 他真是不促你 我经验 所以看金晶这球投得特别的坚决 这一下威姆斯 今天换人换得非常快啊 赵锐呢 上来之后个人进攻啊做得不好 同一个位置 金晶又来了 又是一个三分球 金晶做好准备 再给到地位 富豪往外给 张震琳 不得了啊今天 真的不得了 吴昌泽这个球呢 没有勉强的出手 再来啊 三分 哎呦 加一啊 天呐 今天什么手感这是 哇 今天当的灵灯的是 打广东今天真是打得来劲啊 这是带暖宝宝来赛场的吧 哦 投个三加一 这个现在已经不是手热的问题了 这是热的发烫 但是跟进篮板球子也没办 大延五 再来一个吗 哇 哇 哇 我都不知道说什么了今天 传过去就两分啊 是 想得很好啊 再调 同中接力啊 这些真的是把杜嫂给打平了 我觉得是张震琳把杜嫂打平了 没错 真是 这个发挥啊 非常出色的张震琳 大家可能想过他打得好 但是没有想到会这么的好 这我相信广东队 从教练到队员也没有预计到 这个张震琳今天在第一节 打三号位打得如此的出色 对 这个防守真的是太出色了 直接上 他打得二加一要是能够上发球线 上来啊 这边呢张震琳依旧是在扩大自己单截的一个得分记录 看机会就会包架 广东队整体一个防守层次还是非常不过 以前变相直接过了周鹏 再来又打击 这种球是没办法的 这么远 最后起跳的高度又这么高 周鹏的防守我认为已经是做到极致了 没错 因为周鹏全部跟住了 对吧 最后张震琳是跟周鹏有一个对抗人 还弹开了这样的球能上进 挺速的 今天在场上基本上没有怎么拿球 外线 还是 不是光有的 真的是 这次换左面45度 今天只投丢了一个 最怕看到球员受伤 这样的话前场多打扫张震琳 外线又出三分球机会 对他来讲这个机会实在是太好了 大空当就跟训练一样 这球往两个人中间走 为什么不往左路走 是 这其实往左边走正好是他这个 惯用手啊 对啊 你这就一个5号位啊 真正的5号位啊 两发全中 反击啊 郭爱伦 往来底下掉 这个人 我直接从威姆斯头上 把这球拿回来放扣啊 今天到底能有多少个五加球 我就想问一问啊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慢镜头 球掉得非常好 造计委 这个球啊 这保罗更给了一分嘛 嗯 而且利亚威姆斯啊 还有观赏性 当时去连别贾耀东就退退役了 哈哈哈哈 一样的道理 哎 这个球还下手拉了一把 当然二飞的能力要强多了 这个我只打个比方 没错 他其实在进攻端 他也要尽可能的去跟上广东队的进攻节奏 没错 其实真不容易 孙姆斯 哎 就等着你传球呢 八个 前场四打一 硬梢 又要进进 哎呦 今天五加球 五加球我看一个人都 一个人爆满算了啊 其实我认为今天怪伦有两个变化 这球张正林的判断太准确 我不过去协防 我就等着你传球 再来看张正林跟进的 五孔 都掩护这一侧 哎呦 这个球啊也是有点想多了 你想从赵继伟身边这样的抹过去 来了 哇 又一个攻凶接力 今天真的是要包揽 是 今天所有的十佳球 在关键时刻打得很 这个很冷静啊 外线 赵继伟 还一个三分吧 没投注 但是又一次啊 张正林轰炸了广东队篮筐 因为其实两支球队呢 也很拼防守 对吧 但是在这样的一种强度底下 能够打出那么多精彩的 漂亮的球 哇 这个球啊 脑袋就要平框啊 再来看看张正林 在空中还有一个制空的时间 停了一下 嗯 强大他们就把球往里扣进去 哇 今天这一 是 然后我们导播都说了 今天是圈粉之战啊 来来 可惜了这次上反来没绑进 我真的给本来这粉丝已经很多了 再提升一下个人的这个防守的能力 真的是未来三号 中国南篮三号位上面的 对 他的基础都有 人选 这个运动天赋我 今天拿40分了 你看 个人职业生涯新高 41分 比赛还没打完呢 是 而且是打广东队 对 那现在其实 等于说对梁队来讲 要防下来的话 哎 这球 打那么快 是 啊 对杜大来讲 这个球上元气了 对 对 内线呢 张震灵 尝试一个 哇 前面啊 头丢了几个之后 这个时候还敢出手 张震灵其实我觉得他挺挺简单的 而且其实现在有富豪和大寒在内线 的话呢 其实篮板球 我也不吃灰 对对对 你看这球明显的就广东队他们的防守是更多的是兼顾内线 以上115 也是很惊险的战胜了广东队啊 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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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